这个男人早上躺在床上被屁股疼醒 不由感叹真是千房万房竹马南房 林峰从有记忆起 苏月安就存在于他的生活中 从小到大 他是最好的林家大哥哥 好吃好喝地哄着他 可是有一天 他发现苏月安变了 四年前 苏月安远赴恩国的前一晚 把林峰叫到跟前 林立 明天苏哥哥就要走了 苏哥哥再送你份礼物好不好 什么礼物 少年开心地仰着头 苏月安勾了勾唇 挑起他的下巴 须于 少年瞪大了眼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四年里 苏月安临走前的礼物成为林峰的梦魇 四年后 苏月安学成归来 他淘汰追 步步为营 新一轮的追逐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阿峰 你怎么还不过来 刚才小安还在问你 妈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中午约了高中同学一起吃饭 我过不去 阿姨 林立中午是有事吗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低沉磁性的声音 林峰心下一己 赶忙冲着电话那头抬头 妈 我同学到了 我不和你说了 你再躲我 电话那头男人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许 林峰心脏猛的咯噔一下 手机也被扔到座子上 林立 林峰回过神 感觉自己有点小题大做 他捡起手机强装镇定 我干嘛要躲你 林峰心想都过去四年了 说不定人家早就忘了 说不定那只是礼貌的吻别 只是TMB谁家吻别是嘴对嘴 而且还是两个大男人 你说呢 苏月安在那头嘀嘀地笑了两声 笑得意味深长 林峰一下又慌了手脚 我有事 我挂了 我想你了 他气得握紧手机 好似掐住了苏月安的脖子 不断用力 苏月安挂断电话 勾起一边唇角 把手机号存到自己手机 好心情乐的从燕子角落里走出来回到大厅 小安 阿峰怎么说 他来不来 苏月安带着礼貌的微笑 把手机递还林峰 阿姨 林峰可能真的有事 等晚些时候他回来了 我去找他 这小子 什么是能比你回来的重要 你这都走四年了吧 嗯 不急 他离开明城四年了 还好他的小狼仔子没忘记他 没忘记他临走时送他的礼物 林峰来到文化广场 在一家汉堡店坐下 给玉子文打去电话 在哪 出来请你吃饭 在家 饭就不吃了 五排少一人你来不来 没心情 怎么了你这是 谁认你了 玉子文听他声音为你 边玩游戏边问 林峰眼神无聚焦地看向落地窗外 苏月安回来了 你说谁 谁回来了 苏月安 嗯 电话那头玉子文停下手上动作 正儿两秒 退出游戏画面 地址发我 半个小时后 玉子文气喘吁吁 坐到林峰对面 你刚刚电话里说苏月安回来了 林峰搭了着脑袋缓缓点头 玉子文拿指巾擦了下额头的汗 看向他 就是那个夺走你初吻的 林家大哥哥苏月安 林峰扫了眼四周 皱着眉踢他一眼 再次点头 曹 不是吧 卧曹玉子文连着抱了好几句粗口 才安静下来 你这是为了躲他出来的 玉子文见他不说话 算是默认 你说你现在怎么这也是个成年的大老赢了 还怕他 不行咱就亲回去 我们堂堂刺爷儿会怕他 林峰拿眼瞪他 玉子文赶忙闭嘴 那说说呗 你小子想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见到他 林峰说完抬眸 祈求般看着他 要不你收留我一段时间 爷 我可不想半夜又被你抱着喊苏哥哥 我怕我被你掰弯了 曹 林峰被他气得满脸通红 他的秘密只有玉子文一人知道 那还是有一次 两人打游戏到深夜 他在玉子文家住下 晚上他又梦到苏月安 双手不知怎么就抱上了他的腰 嘴里念叨着苏哥哥 结果 一脚被玉子文踢下床 被迫交代 玉子文看着他 叹气 你说你平时挺像个爷们的 怎么一碰到苏月安 活脱脱的跟个娘们似的 你压得再说一遍 谁娘们了 林峰平时最烦人说他娘们 气得额头清惊暴露 脸颊跟着更加红润 玉子文赶忙道歉 别生气 我错了行不行 你们两家挨这么近 你总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不是 这不是还一周就可以去 S城上大学了吗 你借我再你妹住一周就行 一周肯定是不行 你总得回家收拾行李吧 玉子文见他真的不想见苏月安 自己兄弟这时候不帮忙 好像说不过去 算了 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我就好心收留你个几天 正好我爸妈这几天回老家 看我爷爷去了 林峰顿时来了精神 好爽地拿过菜单扔到他面前 想吃什么尽管点 我请客 两人吃过饭回到玉子文住处 拿手机打着游戏 你傻愣着干嘛 我微信有好友深情 林峰像是受了很大的打击 神情木讷是苏月安 你怎么知道是他 玉子文立马没了团战的心情 一把夺过他手机 点开弹出的微信好友添加 你说这人是苏月安 你怎么肯定是他 林峰点开头像 指着大大的苏字 玉子文不屑 曹 姓苏的多了 等着 小爷给你通过了瞧瞧 省得你在这一惊一乍 别林峰伸手去抢手机 玉子文已经快一步通过验证 林峰夺过手机 气得踢了他一脚 都说让你别加了 你先别急啊 万一不是呢 林峰看着通过验证的聊天界面 现在拉飞还来得及吗 几秒 页面弹出一条信息 玉璃 林峰触电斑把手机扔到地毯上 玉子文狐疑的捡起手机 真是苏月安 你说呢 草 都说让你别通过了 你是不是诚心想害死我 继承我的遗产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林峰捏了巴基的靠在床沿 玉子文把手机塞回他手中 有什么大不了的 都是爷们他还能吃了你 赶紧回信息 看看他找你干嘛 林峰白了他一眼 无力的点了个问号发过去 苏月安几乎秒回 在哪 我在同学家 你有事 位置发我 林峰看着聊天界面 身腿又贴了旁边的玉子文一脚 都是你惹的好事 玉子文抢过他手机 从地毯上站起来 我的错 我帮你解决行吧 你又要干嘛 赶紧把手机给我 林峰担心他又被自己添嘟 勾着他的小腿起身 我自己处理 你把手机给我 等一下 马上就好 玉子文输完最后一个字 满意的看了一眼 把手机扔到他后面的床上 相信我 这次他肯定不会再找你了 大安不言谢玉子文 我操你大眼 林峰看着聊天界面最后一句话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不方便 恶狠狠的看向罪魁祸首 你提案的是不是脑子有病 谁让你给他发这个了 那要不 你撤回 刚才太生气 他只顾指着找玉子文算账 把这茬给忘了 他赶忙把食指按在最后一排文字 操 完了 林峰傻了眼 等了半傻 最后一条信息石沉大海 苏月安再没发消息过来 都是你 竟给老子添堵 林峰戏的把手机砸到他身上 玉子文不服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 难道你真想把自己掰弯了和他在一起 我自己能处理 用得着你瞎操心吗 林峰 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他吧 玉子文见他一直闭着眼不说话 感觉自己最不可恕 好好搬在他身前坐下 你饿不饿 我请你出去吃火锅 不吃 那我请你吃烧烤 没心情 那要不你把苏月安叫来 我跟他解释 滚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想杀了你 林峰睁开眼 恶狠狠地看着他 玉子文打了个冷战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怯懦开口 杀人是犯法的 滚 晚上 林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他马上要离开明城了 离得苏月安远远的 可是心里却莫名的不舒服 酸酸的 早上 林峰被院子里动静吵起 他起身透过窗子往楼下看去 隐约看到自家院子里 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顾不得其他 赶紧冲完澡 拖着行李下楼 妈 妈 怎么了 我现在就走 你送我去路口打车 你走这么急干嘛 早饭都还没吃呢 我不饿 林峰看着手里 多出来的纸袋看向林姆 这是什么 这都是些吃的 你路上饿了和小安一起吃 妈 您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和小安一起吃 林姆满脸堆笑 刚才小安过来说 他今天也要去S城 正好你坐他的车 这样我和你爸也不用担心了 我不要 我要自己打车 你看你这孩子 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人家小安都不嫌麻烦 你还不愿意了 我说了我不要 我要自己打车 林峰说完把纸袋还给林姆 拖着行李转身 林立 行李收拾好了没 林峰这才发现 自家大厅门敞开着 苏月安不知什么时间 站在玄关处 林峰只觉得身上 一万只蚂蚁爬过 浑身的不自在 小安你等会儿 阿峰都收拾好了 马上就走 林姆把纸袋 再次塞进他怀里 顺手拿过他旁边的一个行李箱 朝门口走去 阿姨 我不急 你们也不用着急 苏月安带着淡淡的笑 走到林峰身边 拿过他手里另一个行李箱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林峰分明感觉 苏月安拿行李箱时 小指指负在他手背停顿了下 林峰触电般抬起手 苏月安拖着行李 笑看着他 走吧 林立 不知为什么 林峰看着他的笑 总有种进了狼窝的感觉 你刚才故意的 坐上车后 林峰看向驾驶位的人 苏月安侧头看向他 装傻 你说什么 你刚才拿行李箱 你手 林峰说不下去了 感觉自己矫情了 算了 没什么 嗯 故意的 操 林峰嘀吼一声 苏月安特有的低词嗓音 带着些许宠命 小孩子别说脏话 我已经十八了 是吗 那是不是更不应该说脏话 林峰被他几句话堵住 四年后再见面 他好像一直处于劣势 饿不饿 时间还早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 我不饿 赶紧走 他才不要去和他去吃什么早餐 他现在只想赶紧到S城 赶紧和他分开 生气了 怪我没提前和你说 他的语调很温柔 林峰皱眉不语 车室内一片寂静 林峰想着就这样翻篇了 突然他搭在腿上的手 被人轻轻握住 他挣了几秒 甩着手朝他看去 你一个大男人没事握我手干嘛 乖 别动 我在开车 那你把手松开 好好开车 林峰停下动作 试着和他好好说话 苏月安专注地看着前方 拇指轻轻在他手背上抹撒 手背痒痒的 心里怪怪的 林峰再次甩手 声音提高了分贝 操 苏月安 你赶紧放开我 你喊我什么 苏月安微微醋眉 握着他的手紧了紧 林峰以前可不是这么喊我的 那是小时候 可是我想听 林峰无语 左手被他紧紧握在手里 根本挣不开 也不敢用力挣 毕竟他在开车 他才当过18岁生日没多久 正是最好的年华 他可不想这样栽了跟头 林峰叹了口气 无奈地闭上眼 咬着唇 声如闻音 苏哥哥 你放开我 林峰真乖 他握着他的手 很自然地放在唇间 轻啄一下 林峰顿时血脉分张 这家伙从见到他 就一直在聊他 他意识到什么 赶紧收回手放在叶下 双手抱胸 苏月安余光 看着他发红的耳根 唇角弧度不断扩大 想到什么 突然又冷下毛子 你交女朋友了 嗯 林峰没了两秒 轻轻点头 看来他到大学的第一件事 就是赶紧找个女朋友 苏月安皱着眉眉在开口 车内气氛陡然变得尴尬 行驶了一段时间 苏月安压抑着某种情绪 低沉开口 和他分手 我凭什么听你的 林峰不服 口气不逊 林立 还记得四年前我送你的礼物吗 忘了 林峰想都没想随口回答 苏月安声音更加低沉 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一字一句 是吗 他说完 空气戛然而止的寂静 车子驶上高速 林峰靠着窗子开始打盹 苏月安瞥了眼他身上的衣服 把温度调高了些 迷离呼呼中 林峰察觉到车子停了下来 他疑惑地睁开双眼 车子停在一处服务区 他警觉地坐着身子 朝苏月安看去 你怎么在这儿停了 去洗手间 要不要一起 不去 林峰没好气 再次闭上眼 过了一会儿 他听见车门打开 苏月安走了出去 他睁开眼 打量了下四周 没看到苏月安的身影 给玉子文发去信息 我现在和苏月安在一起 过了一会儿 玉子文发来信息 大写的八卦脸 怎么样 什么感觉 是不是很刺激 操 林峰暗骂了一声 给他回去信息 你脑子想什么呢 他去S城 我正好搭他的顺风车 哦就是 林峰看着他字里行间 大写的失望 把手机重新揣回裤洞 苏月安打开车门 看了他几秒 坐回坐子 刚才是和女朋友发信息 要你管 林峰说话很冲 侧身看向车外 几分钟 车子没有发动的迹象 他转过头 苏月安冷峻的脸 几乎和他贴到一起 他下意识往后撤了下身子 头底在车窗 你要干嘛 我送你的礼物忘了 你送我那么多礼物 我怎么知道你说哪见 林峰小声便捷 苏月安身子又往前轻了几分 两人距离再次被拉近 压迫感从四面而来 林峰磕磕绊绊 到底要干嘛 我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公共场所 苏月安盯着他的唇 低笑两声 真忘了 林峰气恼 单手推他 我记得还不行吗 你赶紧开车 那你说是什么礼物 苏月安亲个身子 并不打算放过他 林峰头都大了 这礼物要怎么说 说他亲了自己 还是说自己的初吻 被他夺走了 反正我记得 你赶紧开车 林峰再次催促 苏月安突然钳制住他的下巴 他惊恐的瞪大双眼 反应过来后一把推开某眼 用衣袖使劲擦了下嘴唇 苏 苏月安 你混蛋 苏月安笑看着他 回味斑舌尖 轻抿着唇弹 和他分手 他说完坐直身子 系好安全带 重新发动车子 林峰不知道是气还是羞 满脸涨红 车子再次驶上高速 苏月安似乎心情很好 开了音乐 林峰朝他看去 两人视线相撞 苏月安冲他意味身长 斑抿了抿唇 林峰窝着火 气不打一处来 别过头看向窗外 不时有车辆超过他们 他不想和苏月安说话 闭上眼假妹 苏月安却不这么想 四年了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他 林峰 林峰 干嘛 林峰不胜其烦 没好气 阿姨是不是带吃的了 我饿了 开着车 你能吃 你喂我 操 林峰心底按骂一声 是你压得有病 还是我有病 我TMD长得像 为男人吃饭的人 他继续装睡 林峰 我胃疼 苦肉计 林峰没理 苏月安声音越来越弱 林峰 林峰睁眼朝他看去 男人抿着唇 额头冒着细腻的汗珠 林峰一忍再忍 最终松了安全带 把后座的纸袋拿过来 吃鸡蛋可以吗 嗯 苏月安隐藏笑影 轻声点头 不忘再次嘱咐 你喂我 我开车 不方便 知道了 林峰声音不耐 低头开始包鸡蛋 包了一半的颗露出一半的蛋白 递到他唇边 吃吧 你先吃 我不饿 你赶紧吃 林峰忠实没了耐心 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去 苏月安张嘴咬了一口 湿润的唇瓣碰上他略微冰凉的手指 林峰赶忙把手收回来怒瞪着他 苏月安 你故意的对不对 水 嗨嗨 水 林峰赶忙拿了瓶水拧开盖地过去 苏月安连喝几口 隐藏起得逞的笑容 不小心碰到 你也知道我在开车 你爱吃不吃 林峰把剩下的一半带壳的鸡蛋扔在中控台 开着车能握他手 吃个饭就不能吃了 鬼才信 林峰又一次闭言假妹 林立 你叫魂呢 林峰蹭的坐直身子 小狼仔子脾气瞬间爆发 你以后少TM叫我林立 小时候都是这么叫 苏月安声音透着委屈 林峰正色 那是小时候知道不 小爷现在长大了 已经成年了 我警告你 以后都不许再喊听见没 苏月安不作声 过了半啥而开口 林立 苏月安你是不是把我刚才的话当放屁 喊我林峰 林峰 再不行你喊我阿峰 就是不准喊我林立 苏月安余光看了他两眼 这小子是真老了 识去的不再开口 林峰上了脾气 对天对地对空气 他看了眼窗外 朝苏月安看去 阴阳怪气 你开快点 你在这归途赛跑呢 你是不是嫌我没给你油钱 还是你车技不行 你要真车技不行就靠边停 我找只乌龟来 四个找一哗啦都比你开得快 苏月安忍住笑 张牙舞找的林峰有些可爱 低声解释 我没吃饭 林峰瞪了他一眼 顿感无力 算了 他爱咋开咋开吧 只要今天能到S城就行 手机信息提示音响起 林峰掏出手机 郁子文发来的消息 你俩相处的怎么样 和谐嘛 林峰看完信息 想着他那张八卦脸 直接关闭电源 手机再次收到信息 还是郁子文 小爷现在无聊 讲讲呗 你俩相处的怎么样 林峰逆了苏月安一眼 估计这人又把发信息的 当成他女朋友了 脸色特别难看 他眸光一闪 点开郁子文的聊天界面 你应发送 亲爱的 乖 等我到学校了给你打电话 我也想你 苏月安脸色阴沉的可怕 到在老师查寝时 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寝室门开着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带着年轻的一男一女走进来 同学们好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 我叫牛强仁 中年男人带着微笑开头 三人偷偷对视一眼 忍住笑 声音红亮 老师们好 年轻女人走上前 看着几位高高壮壮的少年 腼腆的笑笑 我是你们的辅导员邱云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找我 林峰朝他身后看去 不经意撞进一双漆黑的毛子里 站在最后的年轻男人 唇角微弓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林峰心脏咯噔了下 苏月安怎么会在这 班主任察觉到他的视线 笑了笑 向几人介绍 这是苏总 来咱学校谈点事 跟着一起过来看看 这么年轻的总裁 江浩不可置信 小声嘀咕 林峰避开苏月安的视线 看向别处 别看苏总年轻 人家可从乱国拿到了博士学位 宿舍内传来江浩和宋承轩的唏嘘声 牛班顿了顿 扫了一眼寝室 你们记得平时也要把寝室打扫干净 今天整理得不错 没事的看看寝室规章制度 班主任看上去和蔼可亲 江浩带了胆子嬉皮笑脸 是 谨遵牛班教训 好了 你们忙你的吧 周一笑礼堂新生开学第一课 别迟到了 牛班说完转头看向身后两人 我们去下个寝室 林峰听到房门被带上的声音 赶紧从被子下掏出手机 砸到他身上 想到以后在学校里时不时会见到他 自己的一点风吹草动也瞒不过他 林峰惆怅得要命 他现在退学还来得及吗 吃饭了没 要不要带你出去补补 苏月安再次发来信息 林峰脚下生风毫不犹豫地朝寝室门口走去 我到校门口等你 寝室里 江浩见林峰脸上挂着怒气 风风活活走出寝室 眼神示意了下宋承轩 这又谁惹到刺头了 不知道 反正是又有人该倒霉了 林峰坐上车 对着苏月安披头盖脸 说 你跟我们学校有业务往来 是不是早有预谋 还有你那天开车带我来S城 也是你提前计划好的是不是 林峰说是那便是吧 操 苏月安轻描淡写 林峰顿时有种打在棉花上的错觉 这家伙软绵绵地压根不接招 苏月安边开车边笑 别说脏话 想吃什么 林峰自得恼了半天 瞪向他 是不是你请客 林峰掏出手机 查找S城的高档酒楼 苏月安淡淡开口 换女朋友了 什么换女朋友了 小爷对女朋友忠贞多二好吧 是吗 我见你军训的时候 经常跟在一个女生后面 难道不是对人家有好感 林峰顿了几秒 想到周怡 转头又看向他 你说的渣男属性就是这 我不喜欢烂情的人 苏月安答非所问 林峰没好气 你喜不喜欢关我什么事 别装傻 苏月安吐完三个字 脸色沉了下去 林峰也没了吃饭的心情 不吃了 送我回去 我说话你听到没 我说不吃了 送我回学校 林峰见他没停下的意思 又是一嗓子 苏月安看了他一眼 把车子停在旁边商场的停车位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回学校 你停这干嘛 你讨厌我 苏月安问出这句话时 心底抽痛了下 我没有 林峰声音很小 他小时候就喜欢跟着他 怎么会讨厌他 今晚一起喝杯怎么样 苏月安说完顿了下 解释明天周末 这也是你故意跟着去查请的原因 别把我想得那么腹黑 你不是吗 林峰踢了他一眼 苏月安盯了他半傻 没再解释 发动车子 苏月安把车停在一家私房菜馆前 看向他 这家的鸡汤不错 要不要进去尝尝 你来过 嗯走吧 带你尝尝 你什么时间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前几天来你们学校谈点事 和陈校长他们来过 两人边说边往里面走 服务生带着进入包厢后 苏月安看向他 啤酒可以喝吗 高中毕业和同学喝过几次 两人点完菜 林峰戳了口茶问他 你住哪 你关心我 你可以当我没问 林峰又像一只 炸了毛的小刺猬 苏月安无奈笑笑 我在你们学校附近 租了一套房 也给你留了一间 你以后如果打算 待在S城的话 我可以买下来 我不需要 吃完饭 我带你去看看 你看看有什么缺的 我们明天去买 苏月安好似没听到 他刚才的拒绝 自顾自的说完 林峰又重复一遍 我不需要 你也用不着给我留房间 服务生端着菜 抱着啤酒进来后 两人没在讨论 刚才的话题 苏月安拿过 他身前的汤碗 帮他盛了一碗鸡汤 放到他面前 里面放了挡身和枸杞 味道不错 你尝尝 林峰拿起勺子喝了一口 满意的点点头 嗯 确实不错 汤很鲜还不腻 苏月安给自己 蒸了杯啤酒 宠密的看着他 你喜欢的话 下次再带你过来 你什么时间开始喝酒呢 林峰见他连喝好几杯 依旧面不改色出声询问 苏月安略带苦涩的笑笑 在恋国的时候 有时候会特别想回来 想得太难受了 就会和同学喝几杯 给我也来一杯 我陪你喝 好 苏月安眉眼带笑 拿过他的酒杯针买 林峰接过后向他举杯 来吧 我们碰一个 欢迎你回来 苏月安眸中蒙上一层雾气 他等这天等了四年多 从离开的那天 便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好 他笑着端起酒杯 跟他碰得下一颖而尽 林峰也难得好脾气的 没再对他 你在那边过得不好 还好吧 就是挺小 家的 苏月安说完 又帮他把酒杯针买 林峰微微皱眉 你就不担心我喝醉了 明天周末 我会照顾你 那倒不用 只是我喝多了 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比较遭殃 你会耍酒疯 差不多 林峰冲他坏笑 苏月安眸中的宠意 无声无息 我不怕你耍酒疯 军训累不累 我看你晒黑了 林峰拍拍自己的脸颊 微醺的眸子透着脚下 晒黑了不好吗 我可是费了力晒的 你是不是醉了 怎么可能 来 我们再干一杯 几杯酒不后 林峰又回到了小时候的样子 话也变得多了起来 苏哥哥 你在那边交女朋友没有 你希望我交 嗯 我希望苏哥哥幸福 苏月安看了他半傻儿没说话 夺过他的酒杯 声音很小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就会幸福 你说什么 我说你喝多了 别喝了 苏月安走到他跟前 掺起他胳膊 走吧 我带你去住的房子看看 林峰甩开他胳膊 眯起眼笑看着他 苏哥哥你太小瞧我了 须须两瓶啤酒 我怎么可能会醉 好 你没罪 苏哥哥说错话了好不好 林峰朝门口走了两步 听到他的话转过头盯着他 苏月安低头和他对视 怎么了 苏哥哥 你要是这样哄女孩子的话 肯定没一个能逃出你的魔爪 是吗 那你呢 苏月安促暇的看着他 林峰摆摆手 踢了他一眼 我是男人 正儿八经的男人懂吗 我肯定是不会上你当的 林峰说完伸手摸上他的下巴 带着埋怨 你说你从小攻克就好 长得也帅 你知不知道我爸老是拿我和你比 你这人太招人闲了 苏月安正正的看着他纤细的指尖 划过自己的下巴 痒痒的 心间也痒痒的 林峰看到他灼热的毛子 意识到什么 赶忙收手 指尖被包裹在一张大手里 林立 这四年你想过苏哥哥没有 林峰冲他点头又摇头 苏月安俯下身 盯着他的毛子 想过对不对 两人距离很近 苏月安刚才问了什么 他根本没听清 他盯着差一点点距离 就会碰在一起的红唇 猴杰上下滚动 不自在地咽了咽口水 被握着的手心全是汗 他想他是不是醉了 他好想亲上去怎么办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赶忙往后退了两步 你不是 一句话被他卡得时段时序 他真想抽自己两个耳瓜子 他别过头 清了清嗓子 你不是要带我去你住的地方看看吗 还不走 他的表情全被他看在眼里 苏月安眸中春水荡漾 唇角弧度慢慢扩大 握着他的手朝门口走去 走吧 带你回我们的家 从包间到停车场 林峰脑子嗡嗡的 直到苏月安帮他打开车门 他才反应过来抽回手 林峰在车上缓了好一阵 才平复下来内心的躁动 他按骂自己鬼迷心窍 要不你还是送我去学校吧 我改天再去你那参观 房子离学校很近 明天下午我送你回学校 他今晚原本是出来找他算账的 现在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 他试着再次开口拒绝 嘴唇蠕动了两下 苏月安先一步开口 你放心 我不会碰你 操 这是男人和男人说的话吗 林峰按骂一声 是不是他不去就代表他怕了他 他想到什么掏出手机 探了下时间 给玉子文发去语音信息 亲爱的你睡了没 我喝了点酒 更想你了 他发完信息立马关机 玉子文收到信息 同样给他发去语音信息 你压的 大晚上的又抽什么疯 玉子文等了几秒见没动静 给林峰打去电话 听到提示关机几个字 咬牙切齿 除了玉子文 因为林峰突入而来的一条语音 心气不顺的还有一人 包间里苏月安明明感觉 他也喜欢自己 确定了的心刚刚还在激动不已 现在又好似被人当头泼了盆冷水 车子停好后 苏月安想跟他好好谈谈 看到他熟睡的样子 心里又软得一塌糊涂 林立 林立醒醒 苏月安的声音很小 怕是吵到他 他想真心地喊了两声 蹲下身子着了迷失地看着他 少年长了一双丹凤眼 有着女生长而蜜的睫毛 绣挺的鼻梁 薄薄的红唇 睡着的样子显得很乖 苏月安盯着他薄薄的红唇 咽了下口水 少年睫毛微微颤动 苏月安赶忙起身又低喊几声 才把人抱起来 少年躺在他怀里 泛着水光的唇瓣微微如动 苏哥哥 我想你了 苏月安闭上眼 轻轻碰上少年的唇瓣 在亮国的每一个夜晚 他无时无刻不再疯狂地想他 少年哼吃几声似要翻身 苏月安忍着煎熬离开他的唇瓣 他在他额头亲了亲 特有的低词嗓音满满的宠意 晚安 林立 早上林峰迷迷糊糊醒来 他看了眼陌生的环境 立马从床上坐起来 草 该死的 他昨晚又梦见苏月安了 苏月安 苏月安 他试着朝门外喊去 担心他听不到 提高了分贝 苏月安听到他的叫喊 慌忙从厨房出来 打开他卧室的房门 你醒了 饿不饿 要不要先喝点水 林峰看了眼他身上的围裙 有点不太能接受 你这里有没有心内苦 我要冲早 有 在衣橱 你等一下我给你找出来 你先等一下 我昨晚是怎么回来的 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了 你昨晚没对我做什么吧 你想我对你做什么 苏月安停下步子 已在门框 好整已挟地看着他 林峰无语 这家伙自从回来像变了的人 时时刻刻想聊他 你赶紧给我拿衣服 苏月安走到衣橱前 从里面拿出来一条崭新的内部 外带一件白色T恤 和一件泛白的浅蓝色牛仔裤 放到他跟前 前些天逛商场给你买的 你试试合不合适 林峰拿过来看了下尺码 小声嘟囔 图谋不轨 也有用心 没安好心 你语文学的不错 苏月安打去 没了几秒正色 好了 快去洗吧 洗完过来吃饭 我熬了粥 你还会做饭 嗯 自己一个人在安国待久了 就学着做一些 苏月安说完转身去了厨房 林峰看着他的背影心口有些发色 他是不是在安国过得不开心 苏月安的早餐很简单 蔬菜粥 鸡蛋 面包 果酱 林峰冲完早坐到餐桌前 你换下来的衣服在浴室 苏月安没有坐下 边问边朝他睡觉的卧室走去 林峰紧张的从后面拽住他 你干嘛去 你先吃饭 我去帮你洗出来 不用 吃完饭我自己洗 你也赶紧吃饭 苏月安狐疑的看着他 林峰拽着他胳膊把人拉回餐桌前 你别用那眼神看我 我自己会洗 林峰脸颊发烫 演示性的快速包完一个鸡蛋放到碗里 赶紧吃饭 苏月安看看碗里的鸡蛋 又无疑的看着他几秒 坐到餐桌前 一会儿吃完饭 你看看你卧室还缺什么 我陪你去买 不用 我以后不会来住 昨晚是个例外 吃过饭 林峰从坐子上起身 苏月安低着头 你气淡淡 你和他还没分手 林峰想到他在问自己那个莫须有的女朋友 挑衅班昂起头 我喜欢他 为什么要和他分手 苏月安缓缓抬头 林立的毛子紧紧盯着他 需要我帮你们分手 苏月安 你少管我私事 林峰说完头也不回 冲进卧室 苏月安起身跟在他身后 房门被关上耐克 他眼疾手快拽住他胳膊闪身进去 林峰甩了下被钳制住的胳膊 怒瞪着他 苏月安 你有完没完 我教女朋友关你什么事 你要看不顺眼 你也可以找女朋友 林立 我记得你没有这么傻 苏月安把人抵在门上 漆黑的毛子一片星红 林峰对上他的毛子 一字一句 就是因为我不傻 所以才教女朋友 我是一个正常男人 我们 嗯 你放开我苏月安 钳制住他胳膊 霸道地吻上他的唇弹 林峰惊慌失措 拼命挣扎 他的双手被人牢牢钳制住 他试着抬腿 双腿也被男人卡在两腿之间 苏月安舌尖抵在他的牙齿 他咬紧牙关 两人对峙着 男人又轻轻瞬息他的唇弹 林峰胸口憋得厉害 喘息的瞬间被他趁虚而入 他的舌尖灵活地挑逗着 林峰粗重的呼吸声越来越大 闭上眼 就这一次好不好 他轻声蛊惑 耳边温热的呼吸声 林峰胸口剧烈起伏 他盯着他 小声确定 你说话算话 只这一次 苏月安点头 重新吻上他的薄唇 林峰闭上眼 苏月安松开钳制住他的手 微柔地捧起他的脸颊 他惦记了他那么多年 他要的不单单是一个吻 他要他的全部 他总会有办法让他慢慢接受它 习惯他 也许是林峰相信了他刚才的话 他不再抗拒 试着轻轻回应 过了很久 苏月安感觉不受控制 想要更多的时候 依依不舍地离开他的唇半 他把人紧紧抱在怀里 寂静的房间 能听到彼此粗重的呼吸声 和强而有力的心跳声 片刻 林峰逼语 好了 你松开我吧 苏月安从他肩膀上抬起头 盯着他 你真的不想和我在一起 林峰咬着唇 下了决心般重重点头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可你明明喜欢我 怎么可能 我有女朋友 我喜欢女人 那你刚才 我想试试被男人亲有多恶心 恶心 苏月安讽刺地看着他 你刚才明明很享受 要你管 还有从现在开始 不准你再亲我 咱俩翻篇了 你自己说的就这一次 不准反悔 苏月安皱眉 表情不悦 我知道 你不用提醒我 那你松开我 我要去洗衣服了 我给你洗 苏月安松转身朝浴室走去 林峰回过神 快步挡在浴室前 你出去收拾餐厅 我的衣服我自己洗 你在怕什么 只不过是洗个衣服 林峰脸上的潮红还没退去 又开始生气 我喜欢自己洗 怎么不去开个洗衣店 干嘛还要跑我们学校 来当什么教授 林峰堵在浴室前 苏月安坏笑地看着他 你不用跟我急眼 你想什么我知道 内裤你自己洗 其他我给洗 这样总行了吧 我不需要 你赶紧离开这儿 还有你知道什么知道 我长这么大了 我妈都不给我洗内裤 你操得哪门自清 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给你洗内裤 操 小爷不需要 苏月安原地不动 弯起一边唇角 要不你喊声苏哥哥 我放过你 周一早上八点 心声全部笑礼堂集合 台上不止坐着笑领导 苏月安也在 林峰不时听到 周边女生的小声议论 那个穿白衬衫的好帅 他难道也是我们老师 怎么那么年轻 天哪 太帅了 不知道有女朋友没 爱了 爱了 我不管 大学这四年 我一定要追到他 林峰朝台上看去 偷偷打量着他 确实挺帅 不知道是不是林峰的错觉 他好像被带到了 苏月安唇角微微 扬起一闪过 周围女生全手全脚 压抑的兴奋 哇 他笑了 他刚刚笑了 看到没 好暖 好帅 林峰朝苏月安方向 踢了一眼 把此时想到的词 都用在他身上 张花惹草 招风引别 红颜祸水 祸国殃明 也许是校长 也感觉到 李唐氛围透着古怪 冲苏月安看去 苏总 要不您先讲两句 校长话才讲了一半 苏月安想拒绝 台下几个大胆的女生 发出几声尖叫 接着一声 大过一声的起哄 苏月安唇角 抿成一条直线 皱了皱眉 把桌前的麦网 身前移了引 不卑不亢 同学们好 我叫苏月安 女生们好像觉得 他话太短意犹未尽 静静地等着他 继续说下去 他看了眼校长方向 看向台下 有些许躁动的人群 刚才陈校长话还讲完 我们安静地听 陈校长把话讲完 好不好 他用了恳求 声音温软如玉 台下热烈的鼓掌声 和叫好声 林峰从校长提到他 到他把话讲完 一直低头捣鼓着手机 苏月安看到 桌上手机震动了下 拿过来点开信息 你好了 苏月安顶着大大的问号 朝林峰方向看去 后者根本不看他 陈校长讲到尾声 意味深长地看着台下 刚才 我看到有不少女同学 一直盯着我们苏总 我猜你们一定很好奇 那我就关于苏总 再多讲两句 苏总和咱们学校 有点业务往来 咱学校决定 在校授课的同时 选拔一批优等生 进入公司观摩实习 别看苏总和你们 刚才大了几个分贝 有人趁乱捏着嗓子 又吼了一句 请问苏总结婚了吗 草 一群花痴 林峰暗骂了一声 陈校长没想到 会有女生这么大的 几秒的尴尬 笑着开口 据我所知 苏总还没结婚 但是台下刚要欢呼 陈校长杀风景的 来了个转直了 林峰此时也好奇地 抬头冲台上看去 但是苏总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且两人关系非常好 同学们就不要 陈校长顿了顿笑道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礼堂不晓得哀鸣声 还有男生对着女生的嘲讽声 林峰又低下头掏出手机 几秒苏月安手机震动 骗子 林峰恶狠狠的语气 苏月安顾不得其他 打去个问号 红色感叹号提示 消息已发出 但被对方拒收了 林峰把他拉黑了 苏月安想到什么 隐藏笑意 朝林峰方向看去 林峰拧着他的视线 用口型厌恶地说了声骗子后 再次低头 苏月安顿感太阳穴突突的 这小子不会真生气不理人了吧 他赶忙编辑了条短信 发过去 我没女朋友 信息发送成功 苏月安庆幸手机号 没被他拉黑 林峰犹豫半生 回去信息 陈校长说的你女朋友 难道不是你之前说的 那个女同学 你先把我从黑名单放出来 我慢慢告诉你 不放 林丽 你是不是故意吊着我 林峰盯着这条信息 挣了一会儿 这好像是对渣男渣女 灌说的话 自己刚才是不是真的太过了 他有女朋友 难道不是很正常 林峰想得越多 心里越难受 他该不会真的弯了吧 他把苏月安从黑名单放出来 跟他解释 也企图这样劝慰自己 我只是不喜欢你骗我 还有我怎么吊着你了 你知道的 我喜欢你 林峰这次是真慌了 可是又透着说不明的雀跃 他是知道他喜欢自己 可是说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苏月安盯着桌面的手机 手机没在震动 林峰始终低着头 他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思索片刻 又发去一条信息 中午我做饭你吃 好 林峰答应得很痛快 苏月安唇角微微勾起 苏月安看到他信息后 又恢复了工具人的身份 严肃地坐在台子上 他心里舒畅很多 唇角扬起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苏月安租的公寓离学校很近 步行差不多十分钟 从里堂出来 林峰给苏月安打了个电话 让他不要等自己 自己步行走去公寓 林峰突然想到昨天那个吻 指尖轻轻抚上唇蛋 仿佛还沾着当时的水汽 其实他没告诉苏月安 他并不恶心他亲自己 相反他好像还挺喜欢 苏月安租的公寓在八楼 林峰走进电梯给他发去信息 你到家了吗 直到他站在门前 苏月安都没回来信息 公寓密码是他的生日 他在门前顿了会儿 输入密码 苏月安正在厨房切菜 林峰在他身后站了几秒 走上前帮他把围裙带子系好 苏月安被他吓了一跳 转过身 林峰尴尬地指指他身后 以围裙带子没系 饭菜还没好 你先去玩会儿手机等下 苏月安没说他是故意的 他有一想看看林峰的反应 只是林峰的脚步太轻 他确实被吓了一跳 林峰突然想起 他说的喜欢自己 脸颊有些发烫 无处安放的眼神放在案板上 他润了润嗓子 站到他身边 要不要我帮忙 不用 马上就好 林峰没玩手机 拿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门口 他抿了敏唇试探信开口 你说我故意吊着你 难道你没有 苏月安转头笑看了他一眼 林峰脸颊更加发烫 我给你解释了 我只是生气你有女朋友了 竟然瞒着我 林峰我们等吃完饭再谈好吗 林峰表现得很乖 苏月安一时有些不适应 切菜的手炖了几秒 林峰又想起李堂里的女生 一个个对他垂涎三尺的模样 刚刚李堂里好多女生喜欢你 你吃错了 苏月安开始炒菜 说话的时候并没回头 林峰伸手摸了摸自己发烫的耳根 有些生自己的气 有不少女生说要追你 你会不会喜欢上他们中的一个 不会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而且我很专情 苏月安的告白总是突如其赖 林峰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乱跳 她像个害羞的女生 双手拍了拍越发滚烫的脸颊 从凳子上站起来 我去下洗手间 林峰洗完脸 在洗手间磨蹭了会儿才出来 苏月安已经把饭菜端上桌 因为藏着心事 林峰吃了几口便放下筷子 苏月安不解的朝她看去 今天饭菜不合胃口 没有 我不太饿 林峰掏出手机挡住视线 不时偷偷看她两眼 过了几分钟 她再次生自己的气 朝客厅走去 苏月安吃完饭 清理干净厨房和餐厅 来客厅找她 林峰靠坐在沙发上 她拉过旁边的储物凳坐到她对面 怎么今天这么乖 是因为我说喜欢你 让你不自在了 你之前也知道我喜欢你 林峰脸颊又开始发烫 眼神看向别处 陈校长说你有女朋友了 是怎么回事 我骗她的 你喜欢看女生追我 苏月安从果盘拿了个苹果边削边说 林峰看着她骨节分明的大手入神 她好像确实不喜欢有女生喜欢她 只要想到她和别人亲亲我我 心口便微微发色 苏月安把削好的苹果递过去 林峰不自然地接过 小口小口地吃 苏月安没憋住笑出声 你到底怎么了 一点不像平常的你 林峰吃完最后一口苹果扔到垃圾桶 鼓起勇气看着她 你真的喜欢我 嗯 你不是早就知道吗 我不喜欢你冲礼堂的那些女生笑 我没对她们笑 我在冲你笑 苏月安想到什么 从她对面坐到她身边 好整以侠地盯着她 所以你是真的吃错了 是不是 林峰把擦过手的纸巾扔到垃圾桶 往后挪了挪 之前没觉着 现在离她越近 她的心跳越快 她抬眸 看着她的眼睛 苏月安 如果我真的吃错了怎么办 我说的是如果 林峰刚说完 苏月安把人搂进怀里 覆到她耳边 林立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她的脸颊贴在她的胸膛 耳边温热的吐气声 她听到她有力的心跳 同时和自己不可抑制的心跳 她依偎在她怀里 闻到她身上淡淡的血松味 故意岔开话题 你是不是喷香水了 没有 你还没回答我 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苏月安等着心骄 偏偏林峰好似没听到般 在她胸前深吸了一口气 你骗我 你肯定喷香水了 苏月安哭笑不得 低头注视着她 你确定现在要和我谈香水的问题 林峰从她怀里抬头 少年眸子明亮 不沾染半点杂陈 苏月安盯着她微张的薄唇 无自觉抿了抿唇 林立我能不能失信一次 什么 我想再亲一次